被安排住在隔离营的是从武汉返回大马的公民及家属 共107人 需隔离14天后观察确定安全才获准回家 雪龙刺激之工受邀成为隔离营的翻译之工 我目前身在的位置是在马来西亚基隆坡的靠近机场的 大概20公里的一个马来西亚政府作为隔离从武汉运回 就是返回来马来西亚公民的一个暂时隔离14天的一个隔离营里面 这个隔离营它原本是一个高等雪府的培训云 我们这次直接服务的整个位置也是在这个区域里面 我现在站的位置是属于在Yellow Zoom 就是属于黄区黄色的区域里面 整个的单位将整个隔离营分成为红区 就是刚刚的这些返马回来的家属 还有他的从武汉回来的他们居住的地方 这个是属于黄区 是除了医护人员有整套的一个防御措施穿着才能够进去 一般所有的其他工作人员都不能够进去 我们现在这个直接服务的这个位置是属于黄区 那这个地区的外面就是我的背后 这个建筑物传过去后面才属于是绿区 即使是在绿区里面 可是一般的假设是没有邀请的单位和外面的群众 都不被允许进来这一个隔离营 而另一边也有自己职工与顶级手套集团职员忙着手套装箱 准备送往中国协助对抗这波疫情 我们放了手套进去 今天我们是在那个箱子上面借那个医院的资料 总共是6000箱 就是今天的话我们是出1000箱 其他的话我们要等那个backage用每几月这个星期五到 等一下我们就会再送一起去那个博厂 然后再从那里用飞机送往中国 医药用头手套将陆续分批空运到北京四川及武汉三个地区 供前线医护人员使用 待新闻再回答李文杰林奇斌 马来西亚基隆坡报道